一個口令一個動作 高中生軍訓課實彈射擊 未來若開戰 學生們要做的可能更多 國防部預告修正 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 青年動員佛心計畫 將整合全動署系統 十二歲以上高中大學生造次納管 未來將協助民防 我上高中上大學之後 就是有參加ROTC儲備軍 別人打過來了就跪下 發生戰爭 男生傾向支持 女學生則有疑慮 不過國防部修法消息一出 也被質疑是動員青少年 上戰場當炮灰嗎 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青年佛心動員計畫 每年都有以十六歲以上 學生為主 平時編組分民防醫療救護隊 那邊學校防護團 完成八小時基本訓練 緊急作戰時 則配合地方政府做社區服務 未來整合到全動署新建系統 主管單位也預計從教育部 改為國防部 但並不是上場打仗 教育部也澄清 造冊只是為了完成人員編組 在平時進行教育訓練等 並無參戰疑慮 畢竟隨著兩岸關係緊張 平時準備周全 暫時才能有備無患 心理症狀展 任務聽不到